做油哥为我们亲自烹炒一个青岛版的辣炒嘎腊 加上一点小花椒 嘎腊下锅 加上了一点大葱和大蒜 嘎腊在锅里 嘎腊一定不能焯水 青岛版绝对不能焯水 焯水就不对青岛版 嘎腊不能焯水 我再说一遍 嘎腊不能焯水 嘎腊一定要这样不停地翻炒 不停地翻炒 炒出来的嘎腊才是味道正确的 用的都是青岛的红岛蛤蜊 蛤蜊不大 但是它是蛤蜊的灵魂 好嘞 加上一点生抽 加上一点辣椒 炒料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会影响嘎腊的味道 好 焯油哥然后现在再来上一点辣椒酱 这就是轻辣炒嘎腊的灵魂 就是这么的小关键 辣椒一定要多 辣椒酱一定要味道充实 再来上一点水 大家有的人说不要加水 不要加水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火太旺 不加水 嘎腊都烧糊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讲 不要去说 焯油哥在这炒了六七年 吃过的都说好 说不好的这些人也不在 这里都并不重要 好嘞 接着翻炒 嘎腊 接着炒 接着翻 小味道给你们看一看 就是这样 一定要干炒出来的嘎腊才最好吃 嘎腊里边也不用放盐 这个是关键 就是这样的小味道 这样一个菜 已经曾经拉低了过油锅出菜的这种嘎腊 是它唯一一个不用过油的菜 为了保证清早原始般的口味 好嘞 你看这小嘎腊炒得多么的过瘾 好 这个时候来上去看小青青 其他的没加 好 接着翻炒两下 接着豆瘦一下 马上就可以出锅 这是这个小味 这是这个小感觉 你们说多么的过瘾 多么的来塞 一天可见 各个张口马上就可以出锅 各位吧 这菜多少钱 15块钱 辣炒嘎腊 也加上一点小香菜 你们就说了 这不就是灵魂的还原了清早味道 欢迎大家来清早玩 给你们来清早版炒嘎腊 看多过瘾 多么的漂亮 完美 谢谢 谢谢 谢谢